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這次呢 Watch IG 裡面 我飾演沙冰娜的角色 我以前演的角色可能都是比較 安安靜靜 比較溫馨的女生 然後初初可憐 可是這次其實就算是 蠻突破以往的角色 然後挑戰一個女主播 希望大家看了之後呢 會喜歡 那個表第一天開拍 我就得上女主播台了這樣 我沒有想到我會上那個主播台的時候 我腦袋一片空白 卡 卡 我NG了15次 我從來沒有NG過這麼多次 我那天真的很沮喪 太想要達到那個完美的要求 所以讓自己有很大的壓力 會不然放鬆 所以那天就比較表現不好 說實在 我小時候呢 一直從小到大 我最在乎永遠都是愛情 因為我覺得 愛情是人生當中 少不了的一個部分 它對我太重要了 但是當我面臨了婚姻 然後面臨了面 麵包 它不再是 可以維持住我的生活 或者是影響到我的愛情的時候 我覺得麵包這個時候很重要 人家說一見福奇百事哀忙 所以對我來說 這兩個東西是人生當中都不能缺少 其實小時候我的志願 到現在都沒有變 就是想要當一個歌手 我想要站在一個很大的舞台上唱歌表演 做任何事情都是正面的 都是好的傳達 我都想要影響到每一個人 都可以像我一樣 所以我現在沒有做到 我覺得好像有點做到 但是我還是在努力當中 我會希望我不管是歌手或演員 都可以希望把很正面的很歡樂的東西 從一段的帶給大家 也是到現在 接到最特別的電視劇 他雖然在講政治 他在講學律 可是他裡面有很多很輕鬆很感人 然後很細膩的東西 是一般觀眾看不見的 然後尤其是中美領導演 這一次我們一起合作 然後拍攝這部電視劇 我覺得我們的合作 應該會出乎大家的想像 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請一見